大家好,我是陳維佑 我要在國際太空站上面進行的實驗是 紅溪現象的實驗 我先簡單說明一下紅溪現象 紅溪現象,假如你拿兩個水瓶 一個放高,一個放低 然後管子裡面注水,水就會從 就會從高的瓶子流到低的瓶子去 為什麼會這樣呢? 除了有水壓的關係之外,地吸引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,我打算在國際太空站上面的物理實驗室裡面 進行紅溪現象的原理 在宇宙中,水不會像在地表上一樣乖乖流在底部 而是因為那邊是無或無重力的狀態 所以,它會變成像球狀一樣的東西在空中飄 在這種情況之下,紅溪現象是否會發生呢? 據我推測,它會發生區域應該是非常低的 因為在那邊並沒有幫油引力 是微重力的狀態 但是呢,這種實驗也沒有辦法在地表上實行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我們的推理是否真的正確 那我的實驗就是這樣 設置兩個瓶子,裡面放水 一個高一個低,然後用管子來接通它 看高瓶的水是否會流通到低瓶子去 這就是我的實驗,請透過一票喔!